《伯萨紅地毯》 在友邦瓜地馬拉文化工高搶國歌 瓜國大鵌杖軍力迎接 跟蔡英文訪問友邦顧朋友 所以說遇到瓜國盛州沉痛星期五 當地學生按慣例上街遊行 整個儀式時間延遲半小時 但總統和瓜國的情誼不遲到 接受賈邁帶贈勛 瓜地馬拉是我國在中美洲 剩下的維二友邦也成了中國大陸 鎖定目標 總統訪問友邦瓜地馬拉 可以現場看到光掛著兩國的國旗 只是就在這個時間點 中國大陸卻喊話瓜地馬拉 應該要任勤大使 中華民國台灣跟瓜地馬拉的邦 已建落磐石 就像瓜地馬拉的咖啡一樣 保暖 然後香水 只是總統在鞏固中美洲友邦之際 蓬勃卻指總統接下來過境加州 本來說好的要在雷根圖書館進行談話演說 卻可能要突然改成不演說 只看館內六大保證 府方則說皆屬意測 洛杉磯部分定案後將與各界說明 還有外媒也指總統和美國眾議院少數黨領袖 民主黨團領袖傑夫瑞斯見面 只要有空檔都會安排跟美方的友台來互動交流 那基於雙方的默契跟互信 那我們會適時的跟大家報告 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說 TVBS無愧你祝恨瓜地馬拉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S